在山东河南两省交界一带流传这一句颇有名气的话 继全国一大怪县城设在省界外 它所指的正是河南省范县 几十年以来 范县县城均位于河南省省界以外 并且耸离在山东省的新县境内 四周也被山东领土团团包围 令网友们不禁好奇 五国境内归河南省管辖的一县城 为何它的地理位置会在山东 这是因为河南省浦阳市范县位于分界县内 从地图中小伙伴不难看出 范县位于御北与鲁西的交界处 也就是在河南省与山东省交界线一公里以外的区域 南陵黄河与山东省真城县和郡城县相望 北一金蹄河与山东省新县建绕 辖区总面积约为560平方千米 人口数量超过50万 位于县域北部的范县县城 境内以金蹄河为界 由范县新区和老城两部分组成 其中老城的位置位于金蹄河以北的山东省境内 老城四周均以山东省新县樱桃园镇所下 其行政机关企业单位商店门店 皆为樱桃园镇交叉相容 形成了山东地有个河南县 河南县里有个山东镇 山东镇里有个河南村 河南村里有山东户 山东户里住着河南人的奇特现象 在较新的河南版图中 范县和其东侧的台前线 如同河南伸向山东的一只脚 而范县老城和新县樱桃园党镇机关 企事业单位、商店店铺、居民区 居然在同一条街上 实际上却属梁省管辖 漫步在范县城关镇中 一街跨梁省的奇妙感受扑面而来 不少商家的招牌上均留下两串手机号 号码的后面括号中分别备注着山东及河南 位于浦县下游的范县 清朝时期属于山东布镇史司、东昌府、雍正八年 属浦州直立州 十三年时隋州改属曹州府 东街浦县界、南街郡城、贝林关城、朝城、西街阳谷、寿张界 自同瓦乡改道后 黄河便从东南部大兴庄灌入范县 将全县分为南北两部分 历史上的春秋时代 新县就已成为了魏国贵族的才艺 这意味着新县已经拥有了两千多年的历史 春秋时的遍地封烟、战火令众多百姓家庭支离破碎 部分小国在可怕的乱世中难以保全 不久后新县便沦为魏国的诚意之一 战国七雄中曾经雄霸一时的魏国 后来由于国军不够邪明 导致此时的辉煌未能顺利的得以传承 令魏国面临衰败被秦国灭亡 使得新县成为了秦国的一个小县 此时新县改名为阳瓶 沧海桑田、风云变幻 随着时代的转变 王朝不断更迭 先线面临数次更名 杨平、清义、新州均为他的存佣名 岁月轮转令人意外的是 虽然这座文化名城屡经战火荼毒 但生活在这片土地的居民却总是屡普屡气 实际上直到清末民国期间 人们均没有对范县正区进行较多调整 范县的剧烈调整主要为建国初期 相关史书记载显示 范县自西汉高祖刘邦年间致县 初期位于河南范县张庄乡旧城村 唐高祖武德二年 范县改名为范州 明朝志愿张洪武十三年 因黄河泛滥 范县被迫从旧城 前往金山东新县古城镇 因此清朝时期 范县属山东 有趣的是 如今范县内的其他乡镇远在河南境内 县城与乡镇之间几乎不相连 范城中仅有一条道路 可以通往其他乡镇 堪称我国第一启发进城 你知道吗 不在浦阳市境内 也不在河南省境内的 河南省浦阳市范县 早在西汉年间 就以南陵范水得名 值得一提的是 有着扬州八怪 议成的正板桥 1742年春 至1746年 曾任范县县令 五年任职期间 他爱名如子 事无贿赂 暗无流赌 因此颇受百姓爱戴 范县镜内 如今还留存着 丹珠文化遗址 明子墓 苏又墓 范武子墓等文化古迹 也就是说 曾经的范县 远属山东管辖 不幸的是 1963年 由于金梯河流雨 暴雨频发 从而导致河水泛滥 再加上范县 和其附近的县城 寿张县的上游一条河流 时长长大水 将上游的范县 和寿张县 纷纷淹没 导致两座县城的老百姓 十分委屈 因此 他们决定合力 在大堤上修筑踢霸 虽然这一踢霸 令两县居民 纷纷受益 但这一行为 也令整体的防汛工作方案 发生改变 五国为此 甚至撤销了 寿张县的行政区域 将寿张县和范县 合并为范县 并将范县 全权交给河南省 由于此时的金梯河 跨河南 山东两省 导致洪水治理 十分不便 为了更加有效的 统一治理洪灾 避免金梯河上下游之间 出现严重纷争 当年 生活在范县的居民们 不愿承街上游 飞来的货水 故而在边界 修筑堤坝 从而导致 玉鲁两省 时常因为水势 纠纷发生矛盾 1964年 国家为了处理 两地形成的尴尬局面 只好将 元属山东省的范县和旧县 在金梯以南的区域 划给河南范县 并将金梯以北 元属范县的樱桃园 关城 古城 古云 王庄吉等五处乡镇 规划为山东新县 而金梯和以北的范县县城 和元属樱桃园的金村 及张村 拱手让给河南省 此时 人们考虑到范县县城 是一处重要的防汛要点 为了更好地组织上游的洪水 便于防汛 人们选择将范县县城 留在山东 从而导致范县未能顺利搬离 始终留在山东 从而形成了范县县城 被山东紧紧包围的局面 令人意外的是 将范县留在山东省境内 不利于城市规模的扩建 1996年起 范县经济南岸 十公里处 才逐渐开展新区建设 然而范县境内 坐拥着丰富的煤 石油 卤水 天然气等矿产资源 很大程度上 令范县未来的发展空间 不断扩大 至此 本期关于河南范县的故事 告一段落 感谢观看本期视频 我们下期再见